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甚至小孩子也是很boeing 对吗 小孩子也是很没有空 然后大家真的是没有空 那个闲控的感觉呢 大家好像觉得好像不是很好的件事情 就是你很懒惰啦 或者是很空虚啦 或者是自己不长进啦 因为你闲控嘛 所以闲控呢 人家就会帮你 就会找你做这个东西 好像你很闲控对不对 但是那个闲控 放在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呢 其实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题目叫做老不得控 刚才我讲的是说 有点闲情才会做心灵建构 你很忙的话 你怎么去照顾你的心呢 所以呢 那个控闲 其实不是没用的 OK 我们今晚有四位嘉宾 就讲这个西北博音 就实在没有空 请他们指点如何能抽空 你知道他们四位吗 都是能写作 写书 谱曲 创作 演讲 还有帮助别人 他们今天都很没有空 OK 你们在报纸上说 他们是名人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名人 他们是好人 他们好人 所以他们出了名 然后呢 他们愿意抽空 帮我们做这样子的讲座 希望今天的 第二个恭喜啊 是大家有耳朵和眼睛还可以用 如果说你耳朵不好了 眼睛不好了 今天讲什么 说什么 就模模糊糊的 你这才凑个热闹 所以你眼睛好 耳朵好呢 很好 OK 所以就是说 大家虽然上了演技 如果没有这个心理空间 虚心的空间 你们也是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即便他们是名人 对吗 我们新加坡人知道的 我们是很高傲的 我们不容易听取别人意见的 但是你们会想要领受 聆听别人的意见的话 其实你们也是很好的人 所以今天有一点成分 我希望是老人家跟年轻人 都可以来听 而且听得进去 所以希望今天老不得空的 内容和节目 对你们有帮助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 对你们有帮助 上一次讲座 我发现我们没有介绍 这个在做什么 什么叫做老人物 英语我们叫做 older but wiser 英语是 老了但是有智慧吗 这个是 但是它不是直译 叫做老人物 物是物形的物 所以静静静除了主办 老人物的讲座 我们一直想要以艺术 作为结缘 就是广结善缘用艺术 所以我们刚才 我们这个星期 在成都生医院 办了一个会展 那个会展 之前我们都展览过 但是成都生医院 借我们一个地方 有摄影的作品 跟绘画的作品 对象是谁呢 对象是新加坡的 老人家 所以我有一群摄影的朋友 跟一群绘画的朋友 摄影的朋友去拍照 绘画的朋友 从这个摄影作品当中 去绘画 他们当中也有 不是新加坡的人 就是有Belgium的 有英国人 有意大利人 所以我希望说 就是从一个念头 如果是好的念头 再散播出去呢 别人也觉得有意义 他们也会参与 但是又用艺术的方式 所以不是东西都需要讲白它 但是不讲明白的话 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要办讲座 所以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而在《静静经》呢 都是以文创事业为先 希望善用自己的 善用时间 让自己和他人的人生增值 去年或前年我讲的是 正能量 然后今年是增值我们的人生 因为我们都会增加 我们的account bank account 但是没有增加 我们的人生价值 所以我们不是福利团体 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拍红包 但是我只是希望说 我们新加坡有更多人 有良好的精神环境 然后这个环境又可以彼此共享 因为当然有一个人不高兴 这个人会不高兴 那个人就会不高兴 但有一个人快乐 这个人会快乐 那个人会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空间 所以当我们一直发脾气 或者是一直埋怨的话 那整个的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很简单的 不是很复杂的 所以不是花很多钱 可以加强心灵的健康 我的任务只是将 我认识的好朋友 长辈集合一下 然后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认识他们并不是 怎么讲呢 他们不单单只是我的朋友 他们也是你们朋友 他们不是帮我 他们是想帮大家 所以我只是做一个 怎么讲interface 中间的一个衔接而已 所以我认识什么人 如果说我觉得他们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那可以再办 但说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各种人生智慧 如果说大家不懂得体验 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呢 所以分享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没有 可能别人有 他愿意分享 然后我们就可以交换 但是你要听得进去 但是那个人也不可以 一直nek 不可以一直说 所以有些情况要 有一种环境 一种好的机缘 所以是说天外有人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老不得空 要将我们这个小小的空间 新加坡的小空间 再放大一下 然后能够聚集四位嘉宾 不是容易的事情 虽然他们是新加坡人 住新加坡 很凑巧呢 今晚来的老师都是 老师级别 级别很高 千万不要以为 新加坡人就一定没有料 OK 然后是因为自己料想不到而已 其实我觉得新加坡人 不是大家想得这么肤浅 但是我们在看的东西 总是觉得 我们程度只有这样 我们程度只有这样 但是各位的年龄加起来 或者是你们自己的经验加起来 你们发现说 其实你自己很有智慧 但是没人问你 OK 再来就说 我要感谢说 我们的赞助人 当然要办这样的活动呢 是除了时间 还要金钱 所以我先感谢 Arts Fund 还有新加坡的 议理会NAC 当然非常感谢 Triple One 能够赞助我们 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座谈会 还有陈言谦基金 还有今晚 钢琴的赞助人 Piano Master 他今天晚上没有来 但是说 他知道说 吴老师来弹奏 他就说 可以赞助 待会我再介绍吴老师 不过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 还有就是NKF OK 大家能够来这里 然后让我们 用他们最好的auditorium 也是感谢NKF 可以赞助我们这样的空间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晚上 越老越美 越老越有智慧 还有越老越健康 所以事不宜迟 我们今天晚上很丰富 所以希望我们 我要感谢陈佩玲小姐 能够来参加 大家都知道 她是我们的议员 麦波生的国会议员 然后我在报纸上 也知道说 她有夏天 就是有接近我们的老人家 然后她屹立不倒 所以我觉得 请她来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先欢迎 我们的国会议员 陈佩玲小姐 给我们致辞 在座的各位好人 还有长辈们 大家傍晚好 非常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和大家一起 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那么当我听到 这个座谈会的主题 是老不得空 我觉得非常有趣 也很有意义 那么其实 对我而言 不管是我的父母 父母也是退休人 是我父亲算是 其实我父亲是建国一带的 所以她有拿那个package 可是我妈妈刚好错过了 然后我看着他们 一年一年的 我想用老 可是我又不想用老 这个字来形容他们 我看着他们的年纪 越来越大 也看着他们 一直的慢慢的变化 对我来讲 这个老人课题 当然是非常的 扣住我的心 那当然在麦波森 麦波森是一个 比较年老的区 比较成熟区 所以我们那边的长辈 也会比较多 所以像有关于 老人的这个课题 当然我也是特别的注意 那么在这几年里面的 这个观察呢 我也不敢说 有什么样的心得 不过有一些感想 那就是 其实我们的老人家 可以做的东西 其实很多 有一些老人家 就认为说 哎呀 自己人老了 不中用了 有很多东西 不能做了 我想可能 在这方面呢 或许老人 长辈们可能比较谦虚 但其实是 这个可能就有点不正确 其实在我观察里面 我们的长辈们 可以做的东西很多 主要是 愿不愿意去做 那比如说呢 我们在社区里面呢 很多的义工 其实就是他们长辈自己 而他们呢 在这个组织方面 组织自己的方面的 这个能力呢 是非常的强的 他们会自动自发 然后自己去安排 去策划 当然他们可能 在那个时代 在他们那个时代 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教育环境 当然是很不一样 所以不可以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 来去评论他们 可是 所以他们也不是说 去读什么MBA 硕士等等的 所以没有用到 非常专业的数词 可是他们 如果你跟他们讲说 OK 某样东西 要达到怎样 怎样的一个目标 他们有办法 去组织他们 然后去把它办好 然后他们也很乐意 花那个时间呢 去帮忙 其他可能去里面 一样是乐龄的人士 或者是其他 可能需要帮忙的朋友们 那当然也有一些呢 他们可能就说 哎呀 我这些东西 让别人去做吧 我没有空 或者是我有空 我想做些别的 那当然这个呢 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想法 一种态度 可是这个呢 我们当然就要 慢慢地去配合一下 看看怎样去鼓励大家 不过说到底呢 其实在我的观察里面 我们的长辈们 其实能够做的 其实很多 而且其实这个 时间方面呢 其实也是有的 只要我们能够腾出来 那么有时候 我们看到呢 可能有一些长辈们 可能就会 比如说在退休之后呢 就会喜欢看电视 待在家里 那在这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呢 我们担心的就是 因为当你在 坐在电视前面 一直在观看电视的时候 你只是单方面地在吸收 而没有真正地 去积极地去进行思考 所以对于这个脑部这一方面 心灵这一方面呢 可能就会有 稍微有些忽略了 那日久有功 下来可能这个身心健康 也难免会受影响 不过更担心的就是 怕是老长辈们呢 就会慢慢地 从社交圈子里面退出 这样子呢 当然对身心健康的这个 维持身心健康这一方面呢 可能就不是太正面 所以呢 我们在社区里面 在这个国家 这个整个比较大 大层面呢 都是希望可以继续鼓励 我们的长辈们 继续活跃乐龄 那么像今天 这样的一个讲座呢 我觉得就特别有意义 也就是在这一方面呢 有帮助 有助于推动我们的长辈们 继续地活跃人生 活跃乐龄 那么当然今天呢 像这样的一个讲座 我们有非常资深 非常得高望重的老师们 来和大家分享 然后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长辈们 肯定会获益不浅 那我自己肯定也会获益不浅 那么如果说在座的各位 通过讲座之后 受到启发 希望可以老不得空的 更有意义的话呢 除了来聆听讲座呢 也不妨 如果还没有的话 也不妨 把剩下的那个 有空的时间呢 腾出来做不同的事情 那么比如说 我们说活到老 学到老 在这个教育这方面 学习这方面 其实我们大家 可以继续地 去学习新的事物 有一些长辈们呢 可能就想 哎呀 人都老了一大把年纪了 我在社会打滚了这么久 该是想 该是 可以学的 可能都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或者是我又没有读过书 我不识字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胜任 我在这方面呢 如果有任何有兴趣的呢 我当然是鼓励你们 继续地去学习 不管以前 有没有去读书 有没有小学毕业也好 其实都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 愿不愿意 比如说现在政府 其实有推出这个 National Silver Academy 麦博生区 比如就有一个支部 所以这个呢 是专为长辈们设置的 这个一些 一系列的课程 而这个 这个National Silver Academy呢 它也有很多义工 帮忙去推动 帮忙去做介绍等等 他们自己也是长辈们 那么我可能想要给一个例子 我的区里面有一位uncle 他那时候我刚 在2011年大选过后 然后在麦博生当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有一次是因为 我晚上走访了祖屋之后 走访了居民之后 然后就到我们区里面的 那个麦当劳那边 想去买点东西吃 然后就看到那个uncle在那边 我就跟他聊天 然后聊了聊 uncle一直 什么东南 到不懂什么 反正有什么他想讲的 他都会讲 然后讲了很久 然后我也碰过他几次 每次都是一样的 几乎是滔滔不绝 然后后来 我就发现 其实是因为 他在家里 没有其他的人 可以陪他聊天 他其实挺孤单的 他去麦当劳 虽然自己坐在那边 看报纸 但其实是因为 至少麦当劳周围有人 他不觉得那么的孤立 所以他其实是 心灵上面 可能是有些空虚的 所以刚好 如果有人 刚好跟他讲话的话 就滔滔不绝了 他也不是complain 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直在那边讲 后来有一段时间 就没有怎么看到他 然后我在看到他的时候 原来他就穿着 那个紫色的衣服 就是那个 National Silver Academy 义工志愿者的 很像制服一样 那个T-shirt 他在那边 很勤快地在那边帮忙 做这个做那个的 而且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也感觉到他很不一样了 精神比以前好很多 他讲的东西就比较不会是滔滔不绝 不知道怎样去形容他 不过是你看得出 他找到了一个目标 他的生活里面 有了别的更精彩 更有意义的事情 来充实他的生活 然后而且他也很高兴地 跟我分享 就是说除了在这方面 他当义工之外 他也是佛教徒 所以他在他信佛的那个机构 他也其实当义工 每天都有一定的一个规律 每天都会去当义工 所以他觉得生活很充实 所以在这方面 虽然他老也没有空 可是他没有空得很开心 所以其实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 我们大家肯定会有那么 会老的一天 会有退休的一天 孩子长大了出去打聘 可能没有常回来 家里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退休没有工作 该做些什么呢 会不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觉得 好像人生没有意义了 或者是没有什么精神上寄托 或者是否自己真的不中用了 这些想法难免 可能我们在某个时候都会有的 可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些想法给牵绊着 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其实我们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认为在退休的时候 是最黄金的一个 最辉煌的一个时候 因为你什么都不需要再担心太多了 儿女都长大了 他们可以照顾自己了 那么如果自己 这个手头上还算OK的话 那就是去享受人生 去追求还没完成理想最好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学习方面 如果可以继续地充实着自己 因为我觉得学习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当你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上课也好 上网也好 还是什么都好 因为是新的东西 你觉得你自己学了新的技能 或者新的知识 比你以前来得还要棒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觉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除此之外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 其实我们区里面有很多年长长辈做义工 而他们也做得很开心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得控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大家有空也有兴趣的话 然后再通过像今天讲座 如果受到启发的话 我肯定会要鼓励大家 在有闲暇的时候 不妨也去考虑一下 去上一下课 或者是去做一下义工 让这个老不得控的来 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在这里 我想我可能也稍微偏向啰嗦了了 讲过头了 不过真的非常感谢 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讲座 也非常期待等一下台上的精彩 那么也希望说 接着下来有更多的机会 和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互相交流 当然是我向大家学习 因为你们是我的长辈 那么真的非常感谢 在此也要祝愿大家 因为这个长辈们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身体要健康 身心要健康 所以在这里是希望 祝愿在座的每一位 大家身体健康 笑口要敞开 谢谢大家 谢谢佩玲 我们今天有两位很重要的表演家 他们两位都是上了年纪 首先我先介绍 第一位表演的就是陈景祥先生 然后陈先生 八十七十五岁 然后呢就是他 我这边有个简洁 就是他中学时代参加中正戏剧会 戏剧会的桃花扇及碎寒图的演出 六十年代参加康乐音乐研究会的戏剧活动 除了还参加那个孔雀胆 生活的旋律等的表演 生活旋律等剧的表演 也导演过本地创作 真正的爱人等 七十年代 负责新加坡实验剧场的导演 及演技组的工作 八十年代参加 参与生活剧社的演出活动 九十年代参加 开始参加与歌唱艺术的活动有关 所以他曾经是本地第一个电影 我也不知道新加坡有第一个电影 第一个电影叫 《乔的两岸主题曲》的原唱者 这是他写给我的简介 但是我认识陈伯伯吧 陈叔叔 我觉得他很地道 他很实在 而且经常很多事情 我觉得他是那种义不容辞的老前辈 新加坡的文化也好 但是要找到这么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 我觉得 我每次都发现一个老人家 我都觉得 寻到宝这样子了 所以一直有跟陈先生保持联络 他上一次也帮我们朗读 两首诗在MPARKS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第二次展览 所以一样的是以艺术作为交流 然后今天是陈锦祥 为大家献唱《荣子填词》 由郭永秀谱取的《清洁大地的红图》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的照片吗 我们照片当中有一个清洁女工 然后清洁女工的荣子就写一首词 一首诗 不是一首 他写了一首诗 然后这个我就是希望说可以言传 所以我又找了郭老师帮我们谱取 就成了一首歌曲 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又想到陈锦祥叔叔 他一口就答应了 所以现在我们请欢迎陈锦祥上台 还有他的杨老师伴奏 请大家欢迎他们 我又请接大地的红图 从家里到家族 热热心寻大手 把拉筋尽注 悲哀不是我一个心 随时的地方 也倒也不等人来说 我又请接大地的敬仇 我爱日落在下云 明月游户 走不到路 我收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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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呀收 把自己收了留 我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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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也捞入天空 我又听接 我去的同源 五海日梦在下雨 明月又恶 都不见土土 我烧呀烧 把自己烧了 把自己烧了 我不是不小心 把水也烧入颠覆 谢谢他们的 我们在新加坡竟然看到老人家还在做工 要么就是洗地 澡地 端盘子这些东西 已经变成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好像需要讲点什么 就是我们需要说一些东西 但知道这是我们的环境 所以不能够太强烈 所以用艺术的方式最合适 下来是要介绍一位我的老板 不是老板 他是吴老师 我认识吴老师应该有十年还是一年 很快 真的是很奇怪 我在Espinate碰到他 那时我在导一个儿童的朗读 然后吴老师就突然出现 然后我们就聊天就可以 就可以讲话了 他经常请我吃饭 我不是很有钱 他请我吃饭 他请我吃Yalon的上海人家 我现在得会请他 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今天晚上 可以帮他做一个录影 我就找了这些资源 这些东西 希望今天晚上可以帮他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录影 大家可以拍手 但是你们要关掉手机 关掉你们会发出声响的东西 吴老师是相信我 但有些时候又不相信我 但是他从来不会不相信艺术 他对艺术我是觉得他100% 甚至是101% 我认识人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忠贞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人 但是他又很普通 他经常是搭巴士走来走去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认识他 因为他经常去做伴奏 大家听了这么多 那到底谁是吴老师 我念一下这个简介 你们大概有个概念他是谁 OK 但是这个也是他 我可以说一下他今年85岁要86岁了 但是他弹钢琴也有80年了 你就想想 谢谢 役利老师是中国第一代钢琴家 中国钢琴启蒙人之一 六岁惜琴 十八岁成为上海 摆摊夺目的钢琴演奏家 他诗从世界钢琴大师 李斯特的在传弟子 意大利著名音乐家 梅百气 与中国老一辈钢琴家演奏家 吴乐义 朱公一 周广仁 附冲同门学义 他在1962年 被评为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 18岁那年 他在上海蓝星大戏院 首次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 18岁 演奏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 全场轰动 1954年 他离开上海交响乐 加入北京中央乐团 他长期定居新加坡 担任多个合唱团体的伴奏 乌伊利老师认为 音乐是有生命的 更是要有营养的 他可以引导 引领人家 他可以引领人们走上正道 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的演奏家 不应该是单纯炫技 更要增加更多的学士储备 如文学 艺术 哲学等 以丰富自己的音乐涵养 这样的演奏才更有深度 更有感染力 最后一句话 是我这个礼拜才读到的 他是著名梁山博与 朱英台小提琴演奏曲 钢琴部分的首创及首演者 今天我请他来就希望 他可以帮我们演奏梁祝 他作曲的 他把小提琴变成钢琴 所以我们请欢迎乌亦丽老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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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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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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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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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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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贊助了这个非常好的钢琴 这个钢琴是绝克出品 卖价是一万多块 可是他为了要我好好地演出这个梁柱 他就这么慷慨地借过来了 所以我真希望今天我们这个演出 能够给他一个感谢 给他写封信好不好 或者再写一个什么 那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这种赞助 真是非常感动人 梁柱呢 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 而且这个是在中国呢 是家喻户晓的 那么他除了小提琴之外 有很多版本 那么钢琴版本呢 我一直在找 但是呢总是找不到 后来我想想还是自己来吧 后来呢就找了一些资料 然后呢就这么做 我想他应该还有改进的地方 谢谢大家 所以呢今天大家都很无垠当中抽空来 非常感谢啊 再次感谢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其实是这个空间 所谓的空间就是心灵啊 还有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可是呢我所讲的呢 其实我不是今天来讲话的 我今天是来听课的 所以我想请我们的第一位老师 郭老师 可能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 你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见解 谢谢老师 大家晚上好 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 我所享受的一些东西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那么在讲这个题之前 我知道这个座谈会 其实是有关一些年级 比较大的一些人士的 一些生活心灵的问题 那么我回忆起我的一些同事 曾经跟我在一起做工的一些同事 有些六十多岁 六十二岁 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老同事 六十二岁 退休了 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悲伤 就说他还没有好好享受他的人生 就是六十二岁 有些人说六十二岁以后 退休才是人生才是真正开始 为什么呢 之前你可能 并不是你想要从事的工作 但你退休以后 你就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 另外一位同事 他已经是今年七十多岁了 他六十五岁退休以后 他很喜欢摄影 他就到处拿个摄影机 到我们的岛国到处去跑 到处去拍 一点也不显得老 到现在他还是非常的活跃 所以就是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活 那我今天开始的部分 我要谈的就是说 退休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那么我把它稍微列出来 其实刚才我们的成语言 有很多已经他提出来过了 但是我稍微把它同意一下 就是第一 可能你们就是抱抱孙子 帮享受天伦之乐 比如有时候也喜欢做一点菜 在家里做家务 煮菜 这个是说你的经济情况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 孩子也大了 也算是孩子也孝训 那么你应该是 第一项是没问题 第二项就是实现你年轻的时候梦想 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便不想 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从事你的职业以后 你发现 我还是在年轻的时候 我想 比如刚才我提到那位朋友 我很喜欢摄影 但是没有时间 退休后 你就去发展你的另外一个 改换另一个跑道 错字对不起 因为临时搞出来这个 写出来的 那么参加了很多热灵活动 比如联络所 老朋友聚会 那么有一些就家庭 可能经济不是太好的 那么他就要从事一些监制的工作 这个其实是最蛮 怎么说呢 有些人来新加坡 我有一些朋友外国来 他说 为什么你们的在 Hawker Center的 在收拾晚叠都是老人家 他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说 照理他们这个年龄 应该是好好享受人生的时候 但是结果便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比较 我感到比较有点遗憾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就是 有些人就讲究养生 就是参加一些太极拳 运动 气功 瑜伽 这些 那么当然还有 刚才陈医员提到 当义工 这是很多很多人都在做的 很多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学习新技能 就是学电脑 然后手机 凡是有些新科技 你们都可以学 还有培养新的兴趣 其实一个人退休了之后 最怕就是他没有兴趣 有些人他什么都没有兴趣 他坐下来 回到家坐下沙发 就看电视 看到睡觉了 睡着了 我相信有很多 老人家是这样 结果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 这个老不得空 就是 打败没人 是吗 但实际上 有些人不是 完全是相反的 他太空闲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他人生到底 一没有工作 他就人生没有追求了 没有追求怎么办 讲得不好听 你们听过吗 等死 对不起 很多人怎么讲 很对不起 不应该这么讲 不过这是很多人在讲的 所以我建议就是 假如大家真的是 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应该是 培养你的兴趣 去钓鱼也好 下棋也好 养鱼 种花等等 这些都OK 甚至卡拉OK 现在很多老人家都 唱卡拉OK 好像主要不是年轻人 都是老人家 其实这个是蛮 不错的一个活动 有人说养生 有四个方法 其中一个 最主要就是唱歌 唱歌的人 你们发现音乐家 都是比较常名的 对吧 包括指挥 我是搞指挥的 指挥家都是七老八十的 都年纪相当大 才去世的 所以我觉得 从事艺术 其实也能够 就是使你的寿命正常 还有一些喜欢旅游 环游世界 还有从事一些宗教的活动 所以我刚才提到就是 一个人必须快乐 他所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 我本身在 白天在公益教育院教授 我从八点 叫到五点半 五点半还不能够回 于是跟家长打电话 家长跟你诉苦 你要听他 在那边听他诉苦 你跟他 complain 你的学生 怎么坏了 他跟你complain 他的丈夫怎么虐待他 然后你就要听听听 不能放下电话 所以我们有时候 搞到六七点才回家 六七点回家 我就吃了饭 那有时候 通常 我唯一看电视的时候 就是吃饭之后 跟家人在一起看电视 看那些 叫做什么 联系剧 然后 有时候不能够 我就直接从学校去 比如 就是乐团 或者合唱团 排练 然后有时候就很多邀请 经常请我去看音乐会 但请我去看音乐会 他们往往有一些目的 你看完了 你帮我写篇 夜篇好不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不过 就是能够做的 我就这么做 十一点钟回家了 就要下笔了 通常一点钟在睡觉 所以我一天大概是一点钟 睡到六点钟 五个钟头 你们说我几岁 今天 谁个拆拆我几岁 我今年六十五岁了 OK 但是我跟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同学都不相信 我同学 开课的时候 通常我问他们 你知道我教书多久 我在公益教学院 做这个讲师 教了多少年 我跟他讲 他们简直不相信 我说我教书四十六年 十九岁开始教书 教到我今年六十五岁 所以四十六年 但是我还是匆忙的活力 你们看我 一般就是东跑西跑 每次 就是 卫群叫我 我来 你看我今天生病 我还照着来的 所以一个人 年纪大 不要紧 但是就是 你必须充满活力 就是能够做你想做的东西 那么我今天就是 真正我要讲的 其实诗跟音乐 音乐的这个魅力 我的题目就是 怎样 这个题目 假如要讲起来 真的是三天三夜 讲不完了 但是不能够这么讲 那么我针对 就一般我们在 的听众 可能你们对诗 对音乐 可能完全没有 没有认识 也不一定 那么我必须 从这个 这点做出发 怎样让你们 对这个有兴趣 在所有的艺术当中 诗跟音乐 也是充满了 它各自的魅力 其实不止诗跟音乐 但是因为我是从事 我出版了七本书 我自己在 搞了自己 创作音乐会 搞了三个 一个在北京举行 都非常的成功 所以在我的人生中 我就是从小 就喜爱这样的东西 虽然我教学的是 教的是电脑 电脑 保安科技 这些东西 科学东西 其实我也喜欢 我是一个 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什么我都喜欢 这个是我最大的问题 有的时候拍摄影 就是疯狂摄影 跟做摄影队 跑到处去拍 去黄山 去尼泊尔拍拍拍 拍到后来我太太说 你是干什么的 你在做干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 喜欢一样艺术 我就整个人掉下去了 后来我想想不对 我还有很多事情 要做 我小时候喜欢绘画 喜欢书法 但怎么办呢 工作 没有太多的时间 所以最后 最后选择了音乐 跟文学 那么因为音乐文学 所以我把音乐文学 当成是乐仪 那么摄影就当成 乐仪中的乐仪 就是这样 诗是文学艺术中 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我们从小就学语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诗歌 对一般年纪大的 可能你们一般就不大 去管这个语言 那么工作的时候又用英文 我现在讲的是用华文 所以很多人到年纪大的时候 都把你们的华文还给以前的老师了 有些甚至一些字 什么都不会写的 现在都靠答字了 可能有些人都不会写的 写出来的字可能都错误的 所以我想要深入 这个文学世界并不难 因为我们从小就有学的 特别是华校生 从我们至少有十年的华文教育 所以慢慢回复 我觉得是不难的 所以你们慢慢通过阅读 花多一点精神 我觉得这样 你们就能够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 能够多阅读一些名家 一些小说 或者是更高一点 更高级一点 就是进入这个诗歌的境界 那么音乐更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 当小孩子一出事 这个就是音乐 对吧 人生就是 他第一生就是发生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我是非常喜欢 那么诗的魅力是什么呢 它是文学中的贵族 它很特别 它最简介的文字 表现出最丰富的内容 它的语言的应用 还有让人可以去想象的 等一下我把我一些诗的 一些特点告诉你们 让你们了解一下 它怎么利用诗来表现 它的形式和千变万化 还有很多的题材 我就写 我让大家读一下 我最近在报章 刚刚发表不久的一首诗 叫《诗念》 那这诗念其实是 从我到金华市 我带学生去金华市旅游的时候 在交流的时候 看到 你们看这个图很漂亮 它一些新型的一些叶子 在上面 在这个窗口爬 那么我就很喜欢 我就写这首诗 但是你要有一点想象力 想象什么 我把它写成一首情诗 写这个人的心 就是在往上去爬爬爬 当然就有一点想象到 Romea and Juliet 以前爬到后面去见那个女人 但是这个窗是关起来的 这个Juliet 不懂有没有Juliet 可能里面是老婆婆也不定 我们不知道 但是就要靠想象 所以我就写 秋季冬来 我的思念在记忆里开始 门牙 作转 便且悄悄地爬满 就是我的记忆 就是慢慢爬满 你当晚的墙角 那沿着窗旁 那磕磕气血的红星 你都看见了吗 在问窗内的人 然后 那时候的天气是蛮冷的 大概是十度左右吧 那个墙肯定也是冷 所以我就问 你的心是否坚硬如这冰冷的四网 装墙 无情如井烟的玻璃窗 那么时光是什么呢 就是不断地裂过墙角的航风 不断地与我攀爬的热情 俯视我斗塑的希望 但是我还是苦苦地等待 等待你颤抖的手 掀开你人生的另一夜 怎么说是人生的另一夜呢 因为他一开窗我就有机会 有机会跟他接触 他的人生就可能被我改变了 所以这个是诗的一个魅力 你看他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那时候我怎么样呢 那时我就以阳光的速度和温暖 占满你寂寞的小楼 这个就是诗人的想象了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是另外一回事 以千万个如火的手掌 因为这些心也像一个手掌 抚摸你至日你那颗冰冷的心 为什么冰冷的心 你看他穿都关起来 还不是冰冷吗 所以这个是通过一些想象 把一些我们心里想要的东西 情诗不是年轻人的特长 有时候越老写的情诗越有味道 因为老了你知道什么叫情 年轻人空有热情而已 他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不知道年轻人听了会不会生气 OK 这个是另外一首特别的 精华火腿 因为我去精华室 我带学生去 精华室最出名就是他的精华火腿 那精华火腿也可以入诗吗 现代诗就有这个特色 他什么都可以写 那么我这首诗比较短 它是这样 美味的秘密就在这后世的皮缆中 先祖就是以前的 先祖的听灵也在这肉中软环精 他们把这个精华火腿称为肉中的软环精 非常贵而且非常名贵 很好吃 一代传一代 唐宋一将 历史在时光中发酵 氨基酸悄悄跟进 听说它里面有很多氨基酸 还有益生菌皆失还魂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益生菌 它里面有很多益生菌 对我们的很好的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带出了低胆固醇低卡路里 在我们想象中 这个肉应该是高卡路里的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根据他们研究不是这样 而是有这么多好处 是不是我不知道 你们吃了才知道 我就告诉我的朋友 吴友见赏之前切莫轻慢 而且他有很多 吃这个东西有很多讲究的 行腿 你们知道喝红酒 我们要行酒 倒在那个被你摇摇摇 到底你们摇了 喝起来有什么不同 你们懂不懂是一回事 反正人家摇你跟着摇 对不对 叫行酒 把那个酒让他醒起来 他这个吃了也要行腿 正如红酒在摇 幻中悠悠转醒 二子加起一片禅玉 禅玉就是那个资料的玉 泡片的大理士纹 很漂亮的 泡它一片一片 像大理士的纹 切雾 雾轮吞着 不要赶快加这吞下去 慢慢慢慢地去咬 让香味在口中慢慢晕亮 成千年不散的文化 所以一个 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些诗 十五 其实都是一个很深的一些文化 那些喜欢纷纷的朋友就知道 很讲究的 所以从此我们可以慢慢变成文化 那么音乐的魅力我就不说了 音乐它是另外一种语言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听得懂的语言 那么又生生无敌 它可以让人欢乐 也可能叫流泪 那音乐跟文学可以结合成歌曲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讲到这里为止 但是在最后 我会放一首歌给大家听 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就是 它的歌词里面是 它也是一个像古代 人家是在小乐曲 你们知道小乐曲是以前一个 想象一个男的 年轻男的 抱一个吉他在窗下 对着上面的人上唱 现在我们的楼太高了 有些住24楼 他弹一大也传不到 是不可能的 所以后来我就想 现代人传情用什么方式 手机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还有你的电脑 所以他们传情用 所以我这首歌很特别 叫《城市小乐曲》 它的内容就是通过手机来传情 所以大家听一听这首歌 然后我就接受我的这个讲话 感谢观看 明亮的月光照亮了大地 庄庄的土灯光闪耀 在这荆棘的时候美丽的夜晚 你可曾一床愿望 啊 我喜爱的姑娘你可知晓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有个人为你日夜思念 就在今夜 就在今夜 啊 姑娘 你可看见我的讯息 你可听见我的呼唤 我的心是你可知晓 明媚的街灯照亮了城市 来来往往的车声 想我的思念 在这夜深 尽美丽的夜晚 你可曾收到我的祝福 啊 请你打开你的心 你快快打开十一双 让我在网络中为你道行 就在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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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姑娘 请打开你的手机 请打开你的屏幕 请打开你的屏幕 我的心是你便知道 啊 啊 我心爱的姑娘 啊 啊 我心爱的姑娘 我心爱的姑娘 你也今夜明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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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郭永秀老师 谢谢老师开启了我们更丰富的想象力 让我们知道说 在你身上我们看到你不是抱病来的 你是充满着活力 让我们知道说 年龄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限制我们的丰富想象力的一个数字 千万不要让它局限了我们的想象力 谢谢主席 这次当然很高兴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小小的一些想法 本来就是因为老同学的邀请 为群的邀请 当然只好义不容辞 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说 因为我知道这个课题跟老是有一点关系的 但是我一直在想说 儒家跟老到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尤其是你看儒家的学说里面 其实没有怎么谈到老的问题 他不会特别去谈一个人老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因为儒家的整个的思想还要讲 你的人生的修养其实是从你懂事以来就要开始的 就是弟子八岁入小学 十五岁入大学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真的要讲到说儒家跟老有什么关系的话 我只能够讲到 讲到论语里面有一次孔子骂一个人老而不死四位贼 当然孔子骂他是有原因的 因为那个人你看他的全文的话 里面是说那个人老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孝顺父母 也不懂得有爱自己的兄弟 长大了以后又老了以后又不懂得 不懂得遵守应该有的礼仪 然后又一事无扯无所事事 好像我们讲的假撩币这样子 这样子的人活得那么老也没有用 这是孔子对他的一个批评 那如果是说儒家跟老的这个关系究竟是什么的话 其实我们去看儒家的典型里面 其实很少谈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刚才来的路上我还是想 糟糕今晚到底要讲什么 不过刚才那个卫群的那个开场致辞到 让我有了一点的启发 因为刚才卫群一开始就说 要恭喜大家两件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老了还有空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老了但是耳朵还好 眼镜还好 那这值得恭喜的两件事情 那我们就从这两件事情开始讲 就是说这个儒家怎么去思考 这个有没有空的问题 还有就是身体的这个病痛的问题 那我们先从一个我们比较切身的 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病痛的这个情况开始讲 因为这个人老了以后最切身的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身体的一天一天的衰弱 然后各种各样的毛病都产生了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们要怎么样去去面对 当然跟刚才的两位表演嘉宾 还有今天的几位主讲嘉宾来讲 我是晚生后辈 那还不能到老 不能算是老的这个阶段 但是人步入中年以后 就很明显地会面对一些 就是身体状况的一些改变 那最明显当然就是老花眼 大概好几年前就开始有这个老花眼的现象 然后就什么东西就越来越看不清楚 那我就记得就是说 这个明代的一个大思想家 当然也是一个学者 然后一个做了大官 然后也是一个会带兵打仗的人 叫做王阳明 那王阳明他可以说是 就是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思想家 整个明代的整个文化 思想都受到他的影响非常大 那他也教学讲课 那就有很多的学生 那他跟他学生的一些对话 交谈那今天都收集在一本叫做传奇录的一本小书里面 那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次就看到他跟一些学生的对话 那这个学生里面 这就是他有一次跟那些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那他有一个学生 眼睛有了毛病 那眼睛有了毛病 当然他没有讲清楚 是 是什么毛病 就是说一个学者 他的 他的目有急 这样子眼睛有毛病 然后那个学生就整天哀声叹气 就哎呀 我的眼睛不行了 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 然后王阳明就骂他 就说你这是贵目 见心 贵就是尊贵的贵 目是眼睛 见的话就是那个平见的见 然后心是心灵的心 然后他就说你其实就是 你只考虑到珍惜你自己的眼睛 却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 你把你的心给丢失了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基本上就是说 在儒家的修养里面 很多时候其实要面对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你处在一个人生比较不好的情况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面对 那这个人生不好的情况 当然包括身体的不适 当然也包括你所处的那个环境的恶劣 凭见 对不对 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还是怎么样子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儒家告诉你的什么呢 就是说你是应该放弃呢 还是怎么样子 就像他的这个学生 眼睛不行了 你需不需要继续地学习 你需不需要继续地学习 当然需要 那你的学习从哪里开始 从你的心开始 那所谓从心开始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王阳明会这么讲 这个心的 这个心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儒家的心灵空间的这个心 它究竟包含着什么 那你从王阳明他们的一些立场来讲的话 你这个心其实就是无所不报的 心包含了天地的一切 心是整个天地的道德的起源 因为你这个心跟天的天道 是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的 那这一套东西当然是从孔孟一直下来 到宋朝到明朝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一些身体的不适 或是处在一些很不好的环境里面 孔子最好的学生 严回或者是严冤 一生穷的要死 穷的要死 然后也病也早死 他死的时候 孔子还说天王我也天王有为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学术 没有办法继承下去 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学生 他在最困苦的时候 人们其实都 一般的人都会觉得 他的那个生活实在是太惨了 人不堪其忧 但是重点是 回也不改其乐 回就是严回 一般的人觉得 他在那个过程 他在那个样子的环境当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地痛苦的 应该是很惨的 那应该是会自暴自弃 就说我为什么那么惨 但是严回处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他处自太然 而且很开心 在孔子的那么多学生里面 他只说过 严回是好学的 他说严回以后 他再也没有听说过好学的人 那孔子的这个所谓的好学 就是一种道德修养 那他的这个道德修养 在一个他能够转化 这个很恶劣的环境 使得这个环境成为一个 不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最后回归了他自己的心 他自己的心能够让这个最辛苦的环境 变得是值得生活的一个地方 在儒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当然今天讲好心有好报 对不对 但是儒家从来不讲这一点 儒家从来不会答应你说 你好心就会有好报 因为你好心很多时候是好人找死 或者是好人会受到很大的一些折磨 那么困苦 那问题就是说 儒家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仍然要坚持个人的一个原则 跟道德的修养 那你在经过这个坚持这个个人原则 跟道德修养以外 无论环境再恶劣 再恶劣 你的心仍然是快乐的 因为你已经通过你的心灵的这个修养 转化了这个环境 使到你的幸福跟你的道德是合而为一体的 那所以是从这个观点去讲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面对任何的不适的时候 那儒家的一个建议是不要去验身载道 因为你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人生的一个规律 那但是在你这个过程之中 最重要的仍然就是要去坚持一种重要的一个道德的修养 那只有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真正的去转化那样子的一种不幸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是这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那你要怎么样去进行你的道德修养 那刚才就回到刚才那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空的问题 对不对 刚才卫群是说 那我们今天能够来听这样的讲座 或者是我们现在人都太忙了 太忙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去进行任何的一些思考 然后有一些闲情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去做一些艺术文学 还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熏陶 那固然没有错 但是你从儒家的角度讲的话 儒家的这种道德的实践跟修养 它其实是要从事情的事 事中去体认去做的 也就是说 你不能够把自己跟这个社会 或者跟你自己的责任隔开来 然后去讲修养 那样子的修养 它是把你个人跟整个你外在的环境 或者是你外在的这个社会 去隔绝开来 那个对儒家来讲 它是一个自私的一个想法 那儒家的修养 它只是从事中去磨练 那你就是说 你在工作上 你面对着一些问题 你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是你在生活上 面对着一些 各种各样的挑战 你怎么去解决这些挑战 从儒家的角度来讲 这个其实都是修炼 或者是学修行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一种道德修养 跟实践的一个部分 那要怎么样去进行 这样子的一种道德修养 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看到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宋代的一些理学家 有一些讨论 那我这里讲的是两个人 一个叫做陈浩 一个叫做张仔 那张仔曾经有一次写一封信 给陈浩说 他觉得他最近很难 很难去定下心来去做修养 因为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会迁入自己的那个情绪 那他是要怎么样 把自己的心跟心定下来 才能够去解决 才能够有一个 一个比较隔离的一个环境 然后或者是空间 然后让自己去进行 那种沉淀的一个修养 那陈浩是跟他说 你这样子的想法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儒家的修养 他其实就是要 你投入到那个世中去 把你的喜怒哀乐 跟你的道德结合起来 那才能够去进行真正的修养 也就是说 你不是应该能够做到说 别人骂你 或者是你看到什么一些 一些不对的事情 你都告诉自己 我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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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个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 儒家的修养是怎样子 儒家的修养是 你在面对着一些 应该生气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应该生气 你在面对一些 应该难过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应该难过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去真正实现你的道德 从儒家角度讲 人的欺情 它其实应该是 跟自己的道德的心灵 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在这个结合当中中 你的这个欺情 其实就变成是有道德的含义 那你有这个道德的含义的时候 它发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能够 就是造福周围的人 当你面对一些 应该生气的事情 你不生气 就变成说 你就退缩了 你退缩了以后 就变成说 你面对的那个人 或者是那件 让你值得生气的事情 可能是比如说 某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 举个例子 对不对 你看到一个人欺负 你看到A欺负B 然后这个是应该指的 应该去 你应该去生气的事情 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真的去生气的话 你其实就会 把它付出行动 然后阻止A去欺负B 那实际上你是帮了B 但是如果你在碰到 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你说我不应该生气 我应该生气 我要退出来 对不对 我还要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 把自己跟隔离开来的话 那你对B来说 其实就是一种不公不义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在讲到 就是说 儒家的这种所谓的 心灵的修养 或心灵的空间的时候 很多时候 它不是一个孤立的 我们今天在讲修养的时候 就是我要 我要把自己孤立开来 对不对 那我要指自己 没有这些繁杂的琐事 来影响我 然后我 我才能够真正地进行一种修养 但儒家修养就是你要在世中去修养 而且你这个修养 就是说 你的这个七情 它是要发出来的 喜怒哀乐 恶欲怒 对不对 都是要发出来 发出来以后 然后 而且它要发的 要得当跟中结 然后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能够让这个社会 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 而你这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 也完成了自己 所以儒家的整个的修养 它对于人生 跟社会的一种付出的 那个过程 它最后完成的是 社会 也是个人 也是天下 我的大概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 各位晚上好 我看我要讲快一点 因为15分钟真的是不够用 真的很不得空 那我题目是乾坤大自在 第一个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一个观念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不得空 为什么会老来不得空 是因为乾坤二道 失调的不是很好 所以乾坤二道呢 变成了不自在 那不自在的情况底下呢 就变成了 没有不得空了 那我们要把那个概念 调理的好 那么你这样的话呢 乾坤调理的好的话呢 你要闲控的话呢 就没有障碍了 基本上我的题目的含义是在这里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钱跟坤呢 因为钱呢 在挂理上面呢 是钱为天 坤为地 那钱本身也是 在那个个人的伦理道德里面呢 人伦里面呢 他是钱是为爸爸 坤是为妈妈 所以钱这个爸爸呢 是老爸爸 不是年轻爸爸 那坤呢 是老妈妈 所以今天我们说 希望听的人 听的人呢 除了是身为老爸爸 老妈妈以外呢 还是希望你是一个 比较年轻的爸爸妈妈 因为你是一个爸爸妈妈的话 你必定会变成一个老爸爸 老妈妈 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呢 我们也很开心 因为你基本上还是跟乾坤 离不了这个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最后还是成为老爸爸 老妈妈 或者你不会成为老爸爸 老妈妈的话呢 你也必定是老爸爸 老妈妈生的 对吗 那没有错 所以乾坤二道 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看 乾坤二道呢 他带领了两班东西 他第一班东西就是 有两个箭头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箭头就是 钱对离正 是一般人 然后呢 第二个是 迅坎跟坤 所以钱呢 是代表了一个 开始 坤呢 代表了一个收纳 所以钱 乾坤两道呢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认为 这个是 我们的空间 的宇宙里面 有九大空间 我会等一下 会一直强调 九大空间 因为我们老是说 老不得空 空 闲空 没得空 这个空间的空 去了哪里 而这个 乾坤的两个排列法呢 其实跟我们的基因 是类似的 如果大家有看过 那个科学化人的基因牌 有没有一点点相似的感觉 好 那乾坤 这个空间呢 九大空间呢 它第一个空间 所谓的钱带领的 钱对离正 然后坤呢 带领的这个 骑卡跟坤 它呢 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眼耳鼻色声音 这六个空间 我们基本上有六个空间 然后钱跟坤呢 因为它是一个带领的 一个收纳的 所以要把它归到另外一个 第七空间跟第八空间 然后第七空间跟第八空间呢 是哪里来的 是由一个 下面的这个第九空间 大家熟悉吗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叫什么 太极图 太极图 到家里面有常常说 太极会生 两仪 两仪生四项 四项生八卦 可是呢 太极是哪里来的 太极本无极 所以呢 第七空间 第八空间 是由第九空间 所产生的 我们的时间提醒员 你在做做眉头 所以你带着 牵毛是吗 没有关系 大家尽量去说 听有跟听没有 没关系 这个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那我们先说 眼耳鼻色声音 它是第一空间 第二空间 第三空间 第四空间 我们先举一个空间 来解释给大家看 什么叫做空间 比如说眼 对挂 当然这个跟 那个八卦的 这个原像 是不一样的 眼的这个空间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其实不只是空间 我们也看到时间 而我们眼睛 喜欢看什么呢 喜欢看漂亮的 对吗 喜欢看好的 所以变成说 这是一个空间 可是呢 这个空间 如果是把它转变成 时间的话呢 成不成立 因为你看美的时候 这个时候 看的 这个时间 看的这个空间 是美的 可是 这样东西 会经过时间的转移 它会变成 不美的 所以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是互相的 影响 第一第二第三 我们不详细的解释 哪个空间 好 这个是指我们 这个我们的太阳系里面 有九大 九大这个所谓星球 这个以后 有机会再慢慢讲 因为它是比较 深入的 它不只是三天三夜讲不完 它讲 三生三世都讲不完 有点夸张 好 那你看看我们的银河系里面 如果大家对天文学有兴趣的话 你会理解到银河系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形状 当然银河系它不只是 这一样的形状 它有时是螺旋的 有时是一个反射性的 但是我们多数看到这个循环转的 这循环转的跟我们的 太极图是相似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空间 我们人呢 我要带出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的人 这个宇宙里面 乾坤代表的是宇宙 它也代表了天地 它也代表了我们人 也就是说在我们人体里面呢 本来就有一个乾坤在里面 所以乾坤有无限的 大的可能性在里面 那么银河 这个所谓的银河里面 宇宙里面 它不只只有一个银河系 它有无数的银河系 所以相对应的话 宇宙有多大 我们就有 多大 对了 所以我们的空间是无限大的 怎么可能会 无影呢 所以一定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好 所以宇宙里面有无限的 乾坤离正 迅坎跟坤 这个不需要再解释 这个也是比较复杂 稍微给大家看看 说钱挂呢 大家会看到钱 钱挂呢 它代表的是头 那么每一个挂呢 坤挂代表的是负 也就是说 钱对离正 迅坎跟坤呢 它代表的我们身体 各个部位 这个各个部位呢 就是跟我们的时间 空间 有关系的 这个课题呢 也是三生三世 讲不完的 所以大家可以 给大家一个概念就好了 那好了 我们既然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多的空间 可是我们一直在喊 没有空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讲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 原因是什么 肯定没有啦 好 原因是 因为我们的乾坤呢 不再清明 我们的宇宙呢 不再清明 清明不是讲清明节 清明就是 蒙成的 有一些东西被 所谓的贪嗔痴 所谓的一些爱和恨 所蒙蔽的 但是我们在贪恋里面 我们在爱和恨里面 我们是非常享受的 你越享受呢 就越没有空间 另外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的心眼 我们的心眼 就刚才讲的是 宇宙 乾坤是宇宙 但是乾坤也是我们个人 人体的构成 我们的心眼呢 充满了光害 比如说 要拍这样的一个 一个 星星的图 图像 你知道 在新加坡是拍不到的 要在一个 没有光害的地方 那这边我们讲的光害呢 不只是指说 摄影学上面的光害 它也指说 我们外在的一些 色彩的 色相的光 一些的 害处 那常常我们会提到说 《道德经》里面有说 五色令人眼睛 瞎掉 五种颜色 五种颜色是一种比喻 金木学国图 还有五种音乐 五种音符 也是让人家耳朵融掉 所以有时听 太过华丽的音乐 不恰当 可是刚才的 梁柱 就非常享受 对吧 谢谢 那么还有五种味道 五种味道 会让人口爽 口爽 大家看到爽 不是很好吗 不是 口爽就是 让你知道说 吃好的 吃美好的 一些清淡的 你完全抹饰 这是不对的 然后再来 吃尘甜猎 就令人心发狂 我们这一辈子 都在吃尘 都在猎取 都在豪夺 都不断地想 占有一些东西 就变成了 我们的空间 没了 我们的时间 也好像没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没有了空间 有了不再清明了 光害一直来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的答案在下一章的 slide里面 你们看到答案吗 有看到答案吗 有还是没有 没有的人举手 我不是在该说什么 我故意犯了一张 只有设计 而没有内容的图片 我们要去除 我们要去除 不再清明的状况 我们要去除 光害的情况 我们只有空白 我们要把一切 空起来 所以我很欣赏 这个题目 老不得空 我们少了空白 我们已经被东西 充设着我们的 原来比赛生意 我们要让它空白 空白之后呢 你自然的就会发现 原来第一空间 第二空间 第三空间 第四空间 第五空间 原来这么好用 那你就会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 那个是音乐 在常常读社 在评论 你的歌唱技巧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好 而这个空白里面呢 不是说 什么都空白 什么都空白 就不对 我们要的是 乾坤 看到这幅画吗 看到这幅画 你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对啦 非常好 因为我有写的明镜 你们好 好厉害哦 乾坤要明镜 那空白才有作用 宁跟镜 是非常咬不齐的状况 我有个好朋友 叫宁发 他也在场 我一直想 他老爸给他 他老爸给他取名 叫宁发 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名字里面 有很多发 什么发 什么发的 都不如宁发 因为我们要发 我们不断地都想发 对吧 是不是 可是他忘记了 你要发之前的 前一步骤 就是要宁静 叙事待发 听过没有 所以你要把那个力量给储存起来 就要宁静 因为只有宁静 你才能够思考 你才能够感觉到那个空间在哪里 那个时间在哪里 然后你才能够一发 而怎么样 一发怎么样 从天到 我没讲 那就冲破了乾坤 那也是挺好的 所以要宇宙要乾坤 宁静 要身心 要宁静 那么我们说乾坤 又把它倒回来 拉回来 乾坤为什么重要 你看到吗 乾爸爸 坤妈妈 对吗 爸爸呢 带领了少男 中男 长男 妈妈呢 带领了少男 中男 长女 所以家里面的一切 人人都是由坤 乾坤二道 而完美 所以乾坤 一定要 所以身为老爸 老妈的 你们 一定要 把自己的角色 扮演好 把自己的宁静的功夫 做得好 你的一家人 才能够 宁静 才能够 给你们所希望的发 这个题目也是慢慢 以后有空再讲 这个讲座的题目呢 老不得空 其实是很有意思 我常常 不是常常 就是我跟魏婷讲过 老不得空 到底是 确定的 还是问号的 老不得空是好 还是不好 很多人没有去思考 老不得空 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也就是说 反过来说 不得空的 对立方 是什么 很有空 很有空是好的吗 很有空是不好的吗 大家不妨回去慢慢想 但是以我的理论观点 我说不要害怕空闲 为什么呢 因为空间它需要 空间它需要安闲来充实 你有的无限的空间 可是你没有一个很安闲的身心的话 你这个空间没有用 那你空闲这回事呢 就需要空间来去实现 你有了空间之后 你就必须要有安闲的心态 你才能够把那个空间发挥的完美 这两句我觉得像诗 没有人反应 不认同 我是做什么的 刚才大家都知道 但是其实我的身份是多重的 我是有点间谍身份在里面 我是诗人作家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的职业是风水秘女学家 所以风水秘女学家 其实他就是在运用空间 在调整空间跟时间 那么大家刚才讲的是概念问题 概念问题在大家来说 很可能 哎呀你讲到天花乱坠 我也听到天花乱坠 然后我回去之后呢 就睡个乱七八糟 那明天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还不如告诉我一个实际的方法 什么实际方法呢 就是告诉我 怎么样 怎么样才会有空闲 怎么样才会有空间 怎么样才会有时间 这个两个方法是供大家参考 参考 所以就是有事情 错了 不要找我 开玩笑 绝对负责 第一个 潜挂 我们说乾坤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乾坤两个地方 一定要弄清楚 那么潜挂呢 那在我们的生活的空间上面呢 他是在西北卫 所以西北卫这个东西你要这个方位一定要搞清楚 怎么搞清楚呢 你因为西北卫是在受这个所谓的白虎方 我们有说青龙白虎 朱雀全武 大家应该都有这个概念 白虎 白虎里面有西洋人的星座 猎户座 金牛座 这些座 大家有兴趣吗 可以研究一下 他比较受这个的空间的影响 所以在你家的这个地方呢 你一定第一要打扫干净 难做吗 不难对吗 可是做不到 是不是 那你做不到的话没事 可是你至少第二要整洁 难吗 也不难对吗 可是也很难做到对不对 所以回去努力 那再来第三 你要在这边放一棚水栽的植物 在那边 水栽植物 然后呢 不管是前挂的地方 还是昆挂的地方 千万不要囤积 没有用的东西 我这样讲的话 很多上年级的人 会马上 手上有什么东西就会丢过来 他说什么叫没有用的东西 我所收藏的每样东西都有用的 我所蹲记的每样东西都有用的 我的那个 塑料袋 收了千百个 我说可能有一天我要用到 结果一收就十年二十年 你的千百个塑料袋都没有用过 这样的话 你这个 如果是在你的西北边 有这样的情况 千万要把那些丢掉 丢掉 因为 只有丢掉才能够解决问题 不丢掉的话呢 你会说好 你告诉我西北方要清洁 我把西北方东西都放到另外一边去 这不是问题 这不是我要讲的本意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清理掉 好了 除非是你把很多 你认为的金条 什么放在那边 那我没话说了 第二个是 什么 第二个什么 昆卦 昆卦是在你家的西南 他受了这个 猪 猪 猪 的影响 他同样的 第一 你要打扫干净 第二 至少要整洁 第三 跟前面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放一盆 土栽的植物 刚才的什么植物 好 好厉害 我讲都没白费 整个讲座里边 最实用的 其实就是这两张 是来吧 前面的你们很可能 一塌糊涂 那是我故意要你们一塌糊涂 然后你才会这两张 这两张很实用 所以我们说看一本书 有时看完整本书 其实只有 你要举什么给我看 猫头鹰 猫头鹰是指 我只剩下一分钟吗 OK好 我要讲完了 谢谢 我把它说重点一下 就是这两个地方 你要把它整洁 清洁 然后还有一个窍门 有的人会 这个出类盘通 你说 放一盆土栽的植物 或者放一盆水栽的植物 那我是不是可以放 一叠钞票在那边 我要发嘛 对吗 可以吗 你们有这样想过吗 我是喜欢你们这样想 因为你如果把钞票放到那边的话 你肯定会把它弄得干净一点 好 无论放什么东西 就是注意一下 这两个地方 除了这两个地方 其实在方位学里面 其实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方位 其实都要干净 整齐 跟我们今天的整个场面是一样的 做的人 该做的人就做 该拍照的人就拍照 该讲话的人就讲话 就这样 谢谢 谢谢董事长 我想我们回去要第二度大扫除了 要接近我们的心灵空间 还有我们的居住空间 那其实大家谈的都是跟心有关系 然后要用什么东西充实你的心呢 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冯校长 冯焕豪老师 知名叫郁佳 然后好礼听一下 谢谢校长给我们带来这些启发 谢谢校长给我们带来这些启发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去年我来这里参加讲座 讲座完了 卫裙呢 大概是觉得我很空闲 退休了 所以他说老师 明年呢 你要来讲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 其实大家都很空闲 所以我们来了 因为但是事实上 从七点开始 我们一点都不空闲嘛 先是听卫裙讲话 陈一元讲话 然后呢 我们的郭老师 又有音乐 又有诗歌 让我们享受一番 没有 那个陈一元讲话 这我们听了陈老师 豪迈的歌声 我们听了吴老师 优美的感情 然后郭老师 然后呢 参伟教授 他是我的学生 那么 他跟我们讲 卢家 讲孔子 讲理学家 这有刚刚的 董老师 他呢 哇 跟我们讲 几度空间 又浅 又坤 那又水 水灾吧 是水灾吗 还是 水灾 然后又 土灾 但是我 那么都忙了一整个晚上 是吗 所以其实呢 我们呢 老 不当空 不得空的 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做 那我个人呢 自从退休以后 那我 也是到 使得我自己的 这个生活呢 非常非常的忙碌 那什么东西 陪伴着我 我想呢 大家都讲 西阳 西阳无限好 只是 静 还昏 有很多的感叹 觉得我老了 很可惜 很多东西没做 其实我们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做的 那这些年来 我觉得 能够 陪伴着我的 应该就是 阅读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 阅读 伴我 西阳 红 你看到我的这个 PowerPoint 都是很灿烂的 代表着呢 我进入了人生的 第二个春天 还是充满了青春和灿烂 阅读 有什么好处 我就分着这几方面来谈 跳得太快了 繁病 治病 增加我们的知识 开阔我们的视野 扩大我们的生活圈子 还有提高我们个人的素养 汉书 这本书里边的作者 刘相 他说 书 有药也 善读之 可以医瑜 这书呢 其实是等于 医铁药 如果我们好好地读书呢 它是可以医治我们的 这个瑜呢 就是说我们很愚昧 读了书之后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 使得我们更有智慧 首先呢 凡病 知病 读书有两种作用 好多时候你觉得你很寂寞 那我怎么排前我的寂寞 那我怎么排前我的寂寞 去哪一本书 去图书馆 借一本书回来 那么你就跟书里边的作者 做了一种心灵的一种沟通 所以使到你呢 会健康 不会因为孤独 而感到抑郁 因为抑郁呢 使到你的精神呢 就不健康 还有 如果你很努力地读 很勤劳地去读 无形中就使到你的脑呢 不停地运动 你的脑不停地运动 就使到你能够控制你的整个人的一种功能 防止可以 眼环衰老 我们知道 我们的脑的细胞要不停地动 越是用脑的人呢 你的大脑的血管呢 就时常输入 不停地输进 用氧气输进你的这个血管里边 所以呢 防止老人失智 在英国的Liverpool 大学 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 他们把70个老人家 分开两批 一半的老人家 给他读经典 就是一些比较 有深度的一些书本 一半的老人家呢 只让他就看看包张和杂志 到最后发现呢 读经典的这些老人家 他的脑细胞非常的活跃 因为他不停地刺激他的脑细胞 而这些老人家呢 这个所谓的失智症 就来得比较慢一点 少用脑的 他整天坐在那边 他没有很多的刺激呢 他反而呢 很容易的 慢慢的 他的脑就衰退了 如果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那有时坐在那边胡思乱想 那我的病会不会越来严重 我会不会好 那么你越是想 你就越重 可是呢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拿一些书本来阅读的话 那么使到你的心情呢 会更加的轻松 所以 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阅读可以预防我们 不至于有这个失智症 阅读呢 使得我们更加健康 增加知识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作家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老力增担之后 偶心力学的 把他的这个思想写下来 给我们欣赏 给我们健赏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 从作家所写的东西 增加很多知识 更何况 现在我们 各种的人文也好 传识也好 科学文化 种种 各种各类的 这些书本都有 所以呢 你通过书本 你就可以增加你的知识 那比如说 如果你要 研究所谓的 命理风水学的话 你看一些这些书 也可以增加你的知识 那或者你喜欢保健 你觉得你身体要健康 就去看一些保健的书 你喜欢历史 你就读历史 各种各样 读书呢 还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 那你说 哎呀我老了 我又没有工作的能力 我没有钱 不能够像别人一样 周游列国 到处去旅行 其实不要紧的 你放开报纸 那里有很多很多的 人家写的旅游的一些经验 那你一边跟着他看 就等于他带着你一起去旅游 那如果你学会了上网 或者是手机 通过一切的资讯 那么很多的那些旅游的图片 非常漂亮的 这些景色 都可以出现在你的眼前 那你就拿着这些东西 拿着一本书呢 你就等于就是在这个云游世界 可以所以我们说呢 旅游呢可以使到我们开阔我们的视野 可以让我们的知识呢越来越丰富 可以让我们颤游古今中外 旅游阅读可以跨大我们的社会圈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有很多的读书会 第三代读书会 有的一些乐林人士组织的读书会 联络所也有很多读书会 所以我们呢 可以去参加这些读书会 跟在你读书的过程中呢 你就可以交到一群朋友 大家选定一本书来读 然后在读的过程中 我们交换我们的思考的问题 我们的一些想法 这无形中使得你的生活呢 非常非常的充实 提高个人的素养 你不要说我已经老了 我还讲究什么个人的修养呢 其实有一句话 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停留在 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我们的知识停留在那个阶段 而要时常与时并进 比如说 如果你有用手机 那现在有智能手机 你说我不要 我不要学 那为什么不要 那你就教一些年轻人 教你怎么样用智能手机 对吗 怎么WhatsApp 怎么微信 因为通过这一切的 这些手机短讯 也可以看到朋友们 传来给你的很多很多的讯息 所以呢 你读一些修养的书 你甚至可以 比如说 刚才我们听到 王教授 王昌女教授 跟我们讲儒家 讲儒家 那么我们就去图书馆 借几本 有关儒家教育 有关儒家思想的这些书 回来看看 无形中呢 也增加我们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也增加我们的个人的道德修养 所以 为群选的这个题目呢 老不得空 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利用我们空闲的时间 就是说年纪大了 退休了 你觉得你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去做你 以前想做 而没有办法去做 因为以前你因为有工作 没有办法去做 现在呢 你得空了 那你就 你就 好好的利用这些空闲的时间 使到你不得空 那至于我们要读些什么 很多东西可以读的 报章 杂志 现在有人 有朋友问我 你退休了 你整个早上怎么办 我说早上呢 我去植物园 就是 不是跑了 就是说 散步一个小时 回来看报纸 看完中文 看英文 放来放去之后呢 已经是十一点了 所以呢 哪里有空闲 对吗 那么还可以 还有很多书可以看 所以 包章杂志 那么我们可以读诗歌 读散文 读小说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 得到很多很多的资讯 我们也可以读一些经典 所谓读经典 最至于我稍微跟大家讲的 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 那你可以读圣经 假如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你就读金刚经 心经 这些佛教的经典 那假如你说 我是一个freethinker 我没有宗教信仰的 那也可以读一些 中国的一些 古代的一些经典的帝制 归身至经 你说哪里 这些是小孩子读的 其实不是 你可以拿来不停地读 重复地读 一方面呢 你越读呢 你的思想 那就越得到 你的头脑就越得到刺激 比如说 论语的闷子 那也可以有很多课程 我们都可以去上 很多很多的讲座 我们都可以去听 每当你听一个讲座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得到不少的东西 所以这是 我们要读什么 好了 我们年纪大了 记得 有几种东西 我们要照顾好 就是我们的身体 多运动 定期的去运动 老板 我们储蓄下来的 我们的退休金 要把他抓住 那么我们的老板 珍惜你身边的 那另一半 我们的老朋友 有机会跟老朋友见面 比如说 每个月 我跟这群朋友见面 那么另外一个月 我也跟另外一群的朋友见面 那么见面呢 真的是 令你觉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九个药 身体要健康 老板 你的另一半 你要跟他非常非常地相亲相爱 老板要保得住 老房要守得住 记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老窝 给我们住在那边 千万不要 让子女把我们的老屋子都卖掉 这是我们时常看报纸 常常有看到这种情形 把屋子卖掉 就把老人家丢掉了 这里搬家了 老人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所以真的是要注意 老去要养 要培养你的一种兴趣 今年过年的时候呢 我的学生来跟我拜年 他们说 老师 我们今年可以拿公寄金了 我看了他们 我吓了一跳 好像不久之前 他们还17岁 18岁 坐在课室里边 听我讲课 现在他们已经拿公寄金了 他说 老师我们要 怎么办呢 快要退休了 我说 你现在开始 要有几样东西要注意了 要培养你的一些兴趣 培养一个好的习惯 有兴趣 打发时间 过日子 所以我就告诉他 老不得空 就把卫群的这个题目 转给他们了 所以老朋友要时常聚在一起 书呢 老书呢 我们要读 千万不要以为 我只有小学程度 我只有中学毕业 我哪里能够会读 《论语》《孟子》这些书呢 其实呢 我们的知识呢 你越读就越增长 不懂得是去查字典 最近我们不是有一个90岁的老阿嬷 对吗 她好像是小学都没毕业 从中国来的潮州人 结果她能够写了20多万字的 一个潮州歌曲 她还举行讲座了 所以千万 那是过去了 是以前的小学程度 你现在可能比大学生的人生经验更加丰富 所以呢 你还要不断地去学 那你是越来越丰富 那么老酒呢 就要品尝 不是需酒 而是喝一点红酒 增加你的身体的成长 还有呢 我们要感谢老天 每天我们睁大眼睛的时候 我们要感恩 感恩我们生活在这个安定的社会 没有天灾 没有很多人祸 所以天天都要感恩 但是有两样东西 不可以老的 新不老 我们的知识不能够老 不能够过期 时常不断地进步 接受新的东西 和新的知识 所以呢 夕阳无限好 天天会更好 我在这里 祝愿大家 天天更好 天天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老老师 提醒了我们九个要 跟两不老的 这个很重要的两点 谢谢您的温馨提点 那我们现在进行一个非常短的问答好不好 请现场的观众如果有什么提问的话呢 可以问我们的座上嘉宾 我很高兴今天能出席这个讲座 因为我刚才有听说 我们的小贩中心很多老人在做工 做清洁工作 收完的 但是我们的政府都鼓励我们热灵人士出去工作 对吗 那么一方面又叫我们活得优雅一点 那么我们真的 我每次会觉得真的是优雅 又担忧又变哑巴 因为很无奈 对吗 那么我们怎么样过优雅的社会 有时候真的是真的无奈 物价一直高涨 最近 也是有包装在看 什么都要启架了 所以 又叫我们去学习 又要工作 又要学习 又要照顾家庭 我们真的是很辛苦 尤其我们这些热灵人士 又要看孙子 那么又要 政府鼓励我们去工作 如果没有工作 又没有什么津贴 那我们家庭主妇真的是很可怜 什么津贴都没有 是一个免费的廉价劳工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鼓励这些的时候 希望那些我们去学习 那些学费能够尽量的津贴多一点 收费少一点 那么我们就能够去更多时间去学习 给我们这些热灵人士有更好的一些学习空间跟条件 这就是我的感受 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 老师 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谈说要怎么样克服 用重新开始 对吗 说可能在座的可能都觉得说 你说你的啦 可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 鼓励能够让他们 能够从中受惠 他的问题一个重点就是 你是免费的 廉价的免费的什么什么东西 那个要回去跟你的老公慢慢地谈 你的雇主是老公 谢谢您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的政府呢 已经不断地改善了 比较注意到热灵人士的一些生活 那比如说 我听说现在我们新加坡人 每个人每年就有五百块是吗 可以让我们去上课是吗 一次过 这样我大概不大清楚了 我非常同情这位女士 有时候尤其是你不是像我们这种 退休年龄啊 我是已经古来西了 所以你还是属于打拼了 不过是因为你是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对国家 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就是说丈夫出去工作 你那要负责照顾孩子 所以你现在是在中年的这个时候 是相当辛苦的 我也度过了中年的时期要工作 而且赚钱回家看孩子 对吗 所以我相信 我们时常把我们这些苦衷 跟政府反映一下 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尽量的来照顾我们的 谢谢 其实刚才我就是提到这些 我是感到 有时到这些小贩中心去 真的替他们感到 哎呀 怎么悲 有点悲伤了 就是年纪这么大 还要工作 但其实在比较 实际的来看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免不了 为什么呢 新加坡没有自然的资源 我们在一些国家 它有自然资源 它有很多的土地 随便挖一下 都有木树可以吃 都有番树可以吃 新加坡就挖 你挖什么东西出来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靠人 所以在新加坡 说实际上 不是一个养老 很好的地方 因为所以有些人拿了钱就去养老 但是去中国养老是好 但是问题就是有时候那些钱就被也被人家骗走了 我们知道我们一些老人家 特别是攻击金的问题 为什么政府要这么控制呢 因为我自己也亲眼看过一些这样的情况 那么他被人家 年纪大的人可能没有办 又被人家骗走了 钱 那么就更糟糕 他就真的不得不出来工作了 所以新加坡就是这样相当矛盾的时候 你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呢 也是真的是不错 我们政府照顾的我们很好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然资源 所以比较贫穷的人就比较辛苦了 那些就是比较有能拿到大笔攻击金啊什么 就可以生活得很好 但是真的是真的是也是不容易了 就是往下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 我想我们这一代还可以 往下去我们下一代不懂怎么办 他们物质都很难 我这个也不是 就是很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也不是政府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本身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 真的很辛苦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以后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不知道 就希望下一代能够好好的掌握我们的资源 掌握我们的 把这个国家弄得更好 就是这样 那如果大家没有提问的话呢 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这个很温馨 很怎么说呢 让我们大家都备受启发的一个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嘉宾 谢谢各位观众 祝大家保持身体健康 那良好的精神状态 让我们越活要越充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